mysgi 写成 VBA 版本 其实要改的话 有些部分都一样的话 那我就直接拿来做修改 哪些地方需要修改 其实我刚刚是直接把 Python 的层次贴在上面 来修改就好 有时候比较快 哪些地方可以做修改 我刚刚有讲过 乱数部分 在 VBA 你就变成要用什么 用 random 用 RND 的函数 它其实就是 VBA 里面的一个函数 如果你不太知道说这个函数 它的细节部分的话 很简单 你就按 F1 它会跳一些说明 这个是官方的说明 RND 这个函数 它的相关说明 它一定是小于 它产生的一定是什么 传回的值是小于 1 但是大于或等于 0 所以这个有相关说明 然后怎么去使用它 当然这边有相关说明 OK 所以我是用这个方式产生 1 到 12 所以其实有一番 甚至少这个可以有个固定规则 1 就后面这个数字 12 就是前面这个数字 那就是它的范围 再来的话 但是要多一个 loop Do loop 这个差异点 如果有抓到的话 不管说哪一种 其实都互相可以改来改去 都不会有问题的 再来的话就是说 这是几月 有没有input box 本来input 问题为关键的地方 本来是MS中瓜糊 MR 那如果说我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放在哪里呢 放在特别最后 这边可能需要有个清单哦 有没有 那它是A栏 的第1到第12列 叙述方法就是在这里 Sales 哪一列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一个乱数 假如说它抓到7的话 那就抓到Jeline 有没有 哪一栏 A栏 那它跳出来 这是几月 那就逻辑 判断 如果答案正确的话呢 那Azit Do 其实这里的话 用Azit Sub 其实也可以来 因为Azit Do跟Azit Sub 或者是同个上下的位置 所以其实用哪一个都没关系 好 大家改完了 这个程式 云端上我有贴 所以如果回去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稍微再把两边稍微 再比对一下 所以其实每个地方都可以改出来 OK 只是说你要知道说差异的地方 到底在哪里 我是觉得差异也不多 而且有些地方 即便是会出现问题 我们要查一查得到 OK 那我们来试一下 这个改完之后 我们来跑一下 执行 Jeline 这是几月呢? 我都输入6月 答错了 输入7月 答案正确 OK 其实没有问题 都一样 只是说 输出的地方在哪里 这就是说 界面有点不太一样 可是另外有个地方 顺便我讲一下 因为我现在已经有个清单在这里 所以你可以用Sales Sales指的是哪一个储存格 第一列的A栏 就是A1储存格 可是如果说我今天 我要改写成类似像什么 Python一样 Python 在Python里面是中瓜 我表示是串列 对不对 可是特别注意 如果今天我在VBA里面 我不要把资料放在储存格里面 而是放在类似像Python一样 但是在VBA里面 它不叫串列 它叫阵列 阵列的英文名称叫array 然后呢 Python的英文名称叫listen 其实差别 你想说是那阵列跟串列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对大家差别 就是Python里面那个串列 放的资料形态可以不一样 比如说你第一个放文字 第二个可以放数字 第三个可以放有小数点 反正每一个资料都可以放不一样 但是 正列是要完全一样 如果你是放文字 全部都要放文字 数字全部都要放数字 所以特别说正列 是要放一模一样的形态 那如果 因为这边都是文字 所以 如果我想要把它改一下 所以我上面我这边有个中 就是 注解是单引号 就是写成这样 如果我要把它写成类似于串列的话 那它的关键前面必须有一个叫array的一个 function 然后呢 跟他讲说 我第一零个是放没有东西 一样嘛 其实我就把上面复制贴过来 只是说呢 他不能随意的换行 所以必须把它全部串在后面 后面再加一个后刮符 有没有 就 意思就是说 我在记忆体里面放了一个阵列 那以后如果我要抓的话 我就直接把sales这边 把它改成MS 然后里面的话就没有A缆了 第几个就可以了 如果今天抓到July 那意思就是说 我假设7的话 那就MS 就直接去抓July 过来这边 道理差不多 OK 我们来执行看看 理论三应该OK 我刚好试了一下 这是几月啊 那我输入5 答错了 如果输入4的话 应该会是对的 如果错的话 那当然 答案正确 OK 不过我这边会遇到一个问题 刚刚有遇到一个问题 应该不是什么太大问题 就是VBA 有些地方不用转席 但是如果你像这边也这样 我们在Python是有加int 可是如果你在VBA里面 没有加的话 有些像我这些程式没加 其实是可以 但有些地方就出错 像这边4 你会发现 4居然答错了 再输入4 还是答错了 怎么办 记得在VBA里面 你可以按Ctrl加Break Ctrl-Break就强制 让它 这个中断 有没有 就中断 按真错一下 那为什么出错 最大原因在这里 就是 input box外面没有加 所谓的int 那它进来的东西 就会是什么 文字 所以是 跟这个是 怎么样 不相等 所以 你这边记得 要把这个加一个int 这个问题 也就 不会发生了 OK 所以我这边顺便补充一下 当然 在VBA里面有一个优点 中断模式 它还可以让城市倒车 还可以F8 竹坊跑 这个是M 4 原本就对了 但是在Python里面的开发环境 就没这么优了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呢 可能你有没有付钱应该有关系 不是 有点负 多付一点钱 感觉好像 这个时候用VBA就感觉值得了 OK 来 城市我有把它贴到那个云端上 所以待会你们如果要参考的话 可以参考那个 第三个单元的第22页 我把它贴到 正列我另外写 我这边加个注决 所以你可能要改的话 可能要改这个地方 来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那今天的话 因为时间的关系 大概就讲 把第三个单元告个段 第四个单元就是刚刚讲的 第四个单元就是把VBA 跟Python两边之间的转换 才会做个整理 那个部分的话 可能就请各位 自行再把一些前面交货的 看怎么样转 有Python写过的 你就自行转 或者以前VBA写过的 也许你可以把它在Python里面再写一下 多多练习 那下一个礼拜的话 我们就要进入第五个单元了 今天有用到串列 第五个单元就用大量的串列 有点像Esser里面的什么 那个蓝的概念 一堆的蓝 那后面呢 还会再讲到如何从外部读取档案 那讲完之后后面还有就资料库 所以在后面呢 越后面当然就是把前面的东西 再跟后面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所以请各位回去 尤其是今天讲这个单元 回圈叙述 一定要熟练 你在办法快速的把外部的资料 处理完之后 快速的再输出到你想储存的位置 OK 拜拜